8月17日向太陈兰更新社交账号发表了一篇名为活下去的任性的文章 文章中向太透露自己于7月13日因为突发心梗被送往医院急救 期间出现多种并发症包括肺积水心疤不动等症状 最后不得不住进了ICU家人担心他过了不了这一关 纷纷在病房外等候向太趁治疗期间自己的意识一直都是清醒的 虽然疼痛的死去活来但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坚强面对一定会没事的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向太终于在16日顺利出院 在住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向太整个人消瘦了很多 他晒出了自己躺在病床上插着鼻管的照片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瘦出了肩下巴太令人心疼 不过也有人说是美颜开过度的原因毕竟眼睛也被放大了一倍 之所以这样做估计是向太不想让网友看到自己大病出狱后憔悴的模样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向太住院期间其众多好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 他称有的人得了新闻 有的人昏迷住院 有的人则永远离开了人世